比如說我今天這個人的生日 那我希望能夠算出他的精確 非常精確的年齡 年齡部分的話我希望在這個底下顯示的是 他這個人 出生到 就是今天為止 他幾歲了 OK 那幾歲 而且不是說只有幾歲 要幾個月 幾歲 其實上個禮拜我們安養豬衣那一題 有講過那個函數很 很 重要 但是因為有專利問題所以他沒有辦法插入函數可以 找到 你必須要自己打上去 而且他會精確算到你的 到底有沒有 你生日到了沒生日到才會加一歲 可是如果你生日不到的話 那他會 不幫你加一歲 那可是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好除了算數幾歲之外 他幾個月 有沒有 出生到今天為止 比如說這個人1972 那他應該 是 61的 61年次的 所以他是應該是幾歲的 應該是 44 44歲了 可是他8月 那8月的話他應該因為現在11月 11月 所以11月他應該是 他看後面 5號 5號過了嘛 所以他應該已經滿了 所以滿幾個月呢 3個月 應該沒錯 3個月 然後又幾天呢 今天19號 所以應該 又14天 所以你這邊要顯示就是 44 4歲 又3個月 又14天 OK 但是你不可能說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慢慢這樣算 那你要算名額哪一年 可能全公司的員工你都要算出他 你需要這個報表的話 可能你主管上面要知道一下這個訊息 那你給他一個報表 那怎麼辦呢 慢慢來 不可能這樣一個慢慢土法鏈剛算 所以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當然有 如果說你要精確到 先把這個 幾歲算出來 特別是 算完稅之後 剩下的 他會有一個函數 就是說呢 可以幫你把稅的部分 年的部分先去掉 留下了算數 m m的話就是他的那個 到底有幾個月 然後呢 這個又 不要了 算過了 剩下的就是他的那個 幾天 那我們怎麼做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面這邊範例 那這邊有後面參數 我們前面只有Y 指的是算 差幾 幾歲 幾年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 但插入函數裡面沒有 所以直接自己打 等於什麼 等於DATIF 所以這個要自己打上DAT DIF 錢瓜糊 選取那個 比較前面日期 逗點之後呢 選取比較 後面日期 逗點之後呢 再輸入 你要比較的是 是年呢 還是月還是日 或者後面還有什麼呢 忽略年之後的天 天數的月 忽略年的日 忽略年月之後的天 那當然有好幾種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1個 Y26 那特別注意 你這個26前面講過 他會去看你有沒有 這個生日是不是到了 如果你把那個8月12 10月12改成8月12的話 本來26 26年的話 Enter 他變25年 因為 後面那個日期 的月份還沒到 應該日還沒到 所以他會扣掉 所以如果到的話 他會幫你加1 那 像下填滿 我們其他來改一下 不過後面還有一些 如果你要算月的話 你可以直接 怎麼樣 用 M就可以了 比如說兩個日期相差幾個月 那如果你自己要用 就是算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算的話 你不可能除以30天 因為不是每個月都30天 那你怎麼辦呢 其實你可以用 Dative的 M 可以算出 相差幾個月 當然 他也會除了看說 你的月之外 他會看後面這個日 如果你 比如說 8月15 到10月15 又滿了一個月了 所以Enter過之後 你會發現 他後面的這個 有沒有 總數本來313 會多一個月 OK 所以他會再去看你的日 到底有沒有滿 那D的話呢 實際上就兩個日期相差幾天 9554天 那你想說 這個Dative 不是前面兩個日期相減 是不是不一定要Dative 當然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如果你不用Dative D 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剛剛的方法 等於什麼 這個日期 減掉 前面日期 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不過打勾可能他回來的 也許是一個日期 那你再怎麼樣 再把它格式化成那個 通用格式就可以了 假如他已經幫你把它變成一個數字的話 那你就不用再改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用減的結果 會是 一模一樣 應該可以了解那個道理 所以 有時候Dative 如果算天呢 我通常 我就乾脆就直接剪就好了 我不用Dative OK 再來的話呢 後面三個可能比較複雜 那實際上 這邊有個相關解釋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 不要管 年的部分 只管月 其實就有點像剛剛算年齡 已經 幾歲算出來了 那還要剩下的 那剩下怎麼辦呢 那就可以用YM來算 YM部分的話呢 就是 我今天呢 如果忽略掉年 也就是說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 8月15 到 10月12 相差幾個月 那你有沒有 相差 你會想說8月到10月不是兩個月嗎 怎麼一個月 因為後面15號還沒滿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15的話 Enter 它變兩個月了 OK 那也就忽略年 不管前面什麼年 反正我不管 那這個主要用途就是像剛剛我們不是求什麼 月已經算完了 年以 稅已經算完了 那剩下就是月嘛 就可以用 這個函數來解 那 YM跟YD很像 只是說回來的這兩個月 但是這個回來是 幾天的意思 也是去除那個年的部分 那我不管年 我如果不管年的話 那我 希望知道 兩個天數相差幾天的話 那就可以用YD OK 就是天數 那最後MD MD的話是說 我不管 什麼呢 我如果不管這個年跟月的話 這兩個日期 幫我 比一下 到底相差幾天 那一樣嘛 因為我們要算精確的 這個 實際上就可以用這個MD 那MD的部分的話 就可以幫我把這個 給算 算出 剩下的日 那算的方法特別重要 我一樣把這個 改成什麼 MD 好 不過你會發現 前面的日期好像比較大 那麼天比較大 15 後面比較小 那怎麼算 變成-3嗎 當然不是 特別是如果後面的數字比較小的話 他會把它當成是下個月份的 下個月 比如說是 這個 這個月的15號 到下個月的10號 相差幾天 27天 有沒有 所以特別重要前面的數字如果比較小 比較大的話 那就是後面那個數字 會變成是下個月份的日期 OK 那所以 這個概念有了之後 請各位算一下 如果用Dedif 精確算出 這樣一個結果 放在這裡 該怎麼做 其實答案呼之一出啦 大概就是 可能 有會幾個方向嘛 不外乎當然就是說 這個是由Y來決定 對不對 這個是由YM 這個是MD 那可是問題 我現在顯示出來的結果 是我要看到類似像這樣 那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要試一下 第一個 一樣是先年 幾歲 然後在月日 那 做法上 當然第一個 我們先插入一個 不是插入函數 直接用打的因為這邊沒有辦法插入函數 Dedif 他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自己要打了 不過多打幾次應該就熟練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他的生日 豆點 不過 沒有第二個日期怎麼辦呢 自己打一個today 特別是這個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上去 要一個小瓜糊 記得要小瓜糊 如果沒有小瓜糊的話 那他也抓不到正確的 今天日期 豆點 比什麼呢 先比他幾歲 幾歲的話用Y OK 打勾一下 44 可是問題我後面還需要加什麼 加幾歲 月跟天 所以有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把這個字串 Ctrl C 一下 Ctrl C 之後做什麼呢 直接把它搬到這個後面 把它貼上 但是貼上呢 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必須用串接 那文字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所以貼上之前呢 請你在前後加雙以後 and 然後這個是一個字串 前後有雙以後 打勾 就會出現44歲 幾個月 N個月 又N天 但是N 這個可能要用什麼呢 用那個 Dedif 裡面的什麼 月 我剛講過 扣掉 就是不管年 因為稅已經算完了 剩下就是幾個月 然後呢 天的話是 扣掉 年跟月之後的天 所以呢 用MD 那我怎麼 可以把那個 N的部分 怎麼樣 把它放一個 公式進來 這裡概念跟以前寫VBA有點像喔 如果你要把它放進來的話 第一個 我要放公式剛好在前面有 所以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拿這個來改 把它搬到這邊來 然後呢 把這個改成什麼 YM 就好了 然後呢 再把這個 搬到這邊 改成什麼 MD 答案就出來了 不過 搬的方法 邏輯知道了 可是搬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1 先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先Ctrl C 一下 Ctrl C 2呢 因為我要在 這個完整的字串裡面 中間 放一個公式 這有點像是在VBA裡面 中間放一個變數啦 所以 那你氣得就是說 要把它切開來的話 必須要 怎麼樣呢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這個前面好像有做蠻多的 意思是說 雙引號是頭尾 各給他一個頭尾 這個 這個是接什麼呢 接前面這個 這個是接後面這個 那串接的話 因為中間會需要 串一個 公式嘛 就跟 VBA裡面 串一個變數 道理一樣 反正 這個地方 未來一定會一直出現 為什麼 可能有些東西 還是有點像是 一個變數 所以把它貼上 然後把這邊改成 YM OK 那N的話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 你現在被口決算了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把它貼上 改成什麼 那太太長了 所以把這個展開來 這邊改成 MD 做完了 做完之後 如果你打勾之後 假如沒有發生錯誤訊息 那 恭喜你應該對 其實理論上 如果你做熟 這些應該 不太可能會犯錯了 所以 前提是做熟了 那幾次才叫做熟了 恐怕每個人不一樣 因為你至少要做個五遍、十遍 這是基本數 所以有時候可能 這東西要 有沒有 做完之後 那底下其他的就向下填滿 答案就做出來了 OK 這個我想應該 應該不算太困難了 主要是因為他公式很長 那大部分的東西其實都相同的 只是說貼來貼去而已 所以其實複製貼上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要自己打 我也不反對 只是說你要自己打 說真的 真的很容易在 再打一次可能很容易做錯了 所以 打不如學會 複製貼上修改 這個是還蠻重要 但做完之後 我們需要把它 變成VBA 那VBA我需要按下它 它可以 在我 比如H欄好了 在旁邊這邊 直接輸出 OK 那輸出的話特別重要 因為 在VBA裡面 幾乎沒有一個函數 就是 對應 叫Dedif 所以呢 其實未來呢 如果說你將來遇到這種狀況 那VBA裡面呢 乾脆就拿它來用就好了 拿Dedif來用 當然已經算是最好的策略了 所以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把這個 結果 把這個 我們剛剛做的東西 直接在VBA輸出 那其實 這個恐怕也只能用輸出公式來 來處理 輸出公式我做一次給你看 按下它 它會把結果輸出到這邊 當然有個清除 就把它清除 不過呢 特別是輸出的時候 我們實際上呢 並不是 用VBA裡面的函數 去解決 而是輸出的時候呢 直接把剛剛的公式 把它放到 這個裡面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我是怎麼樣 把公式給輸出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特別重要 輸出之後讓它顯示 它幫我輸出 它這個結果呢 就看到 但是問題喔 我要怎麼樣 可以讓VBA幫我輸出 剛剛的公式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可能你需要掌握幾個訣竅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輸出的時候 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有沒有你要變兩個 一個 變兩個 這第一個嘛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它裡面有列號 哪一列 一定是15列 這些列號呢 通通要把它用什麼 比如說15 要變成I 兩個 就可以解決了 OK應該有印象吧 前面好像有做過類似的練習 那 首先的話 VBA這個地方該怎麼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一串這麼長 先試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VBA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